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打那些奇奇怪怪的 七张装牌比较厉害一点 比短牌和长牌的实力要强一点 因为在我最早学牌的时候 包括后来在欧洲 跟朋友也好 或者在 赌场里面 跟其他的玩家进行对抗 都是打七张装牌 也就是国内 所认知的 Sohan 七张牌Soha 高Soha和低Soha 以及高低Soha 我有听说过 高低 奥马哈 对 奥马哈是我最弱的游戏 我仅仅是会打 只是会而已 就打得很菜 可以看到 这里是击中了一个天顺 王藏这边是有一个set 对 天顺遇到了set 那 直接是做了一个五万的加州 那直接打光了之后 可以考虑跟住 也可以考虑去reshow 都没有问题 果然做了一个all in 三加牌的all in 这手牌是cooler 没有办法的 天顺遇到了set 可以看到 在短牌中真的是有很多这样子的 对撞 怪不得观众反射短牌位比较好看一点 碰撞程度比较激烈 真的非常激烈 看一下 会不会发到攻队啊 目前发了一张勾 嗯 9我赢哦 脏话 啊 啊 发了一个攻队 Full House 真的蛮容易击中的 王藏直接是 收到两位玩家 对 Full House 啊 我们的乌业尾是 被打掉了一把子弹 嗯 这里 另外一个玩家也变成了超哥马 现在8千 对 OK 由TGK10继续Limp 尤其是嘉义的王强这边拿到A圈 也只是用根的 好 庄位的10圈草花选择过牌 好 我们看一下Flop Flop是 啊 A8钩 两张草花 这对秋衛克来说是非常好的一个牌面 对 还有一个顺花双抽 而且是坚果顺子 对 但是在短牌中啊 花是比较难抽的 因为买花一般只有5张出牌 不过好在好像其他几位对手都没有梅花 面对王强的一个下注他直接选择在这里做一个三万五千的再加注 这里A圈啊可以考虑盖牌啊 因为短牌中一个顶对其实并不一定大 嗯 那这个A圈 主要是没位置了 在后续后续的这个成长性比较差一点 对成长性比较差 那没有梅花的保护 直接看一下 不知道为什么看了几天秋衛克 慢慢的觉得他变亲切了 所以从前几天感觉 他其实本身就是一个亲切的人 但是就是从前几天就是 刚开始看到他的时候觉得有点凶凶的 然后现在就觉得看了他都很想笑了 刚刚之前看Voxin也是这样子 觉得他很冷 他刚刚我在逛商场逛街的时候 有正好巧遇到Voxin 然后呢 然后他可能是跟他女朋友也不知道是 是不是女朋友在一起 哈哈哈 应该是女朋友 还蛮 蛮甜的 因为今天情人节嘛 嗯 我还蛮扎眼的 因为别人都是成双成对的 我一个人逛街 啊这里合拍的一张A是给了王强一个顶三条 嗯 G week 这里只有一个十的对子 那不够看啊 没有买到K也没有买到花 直接是过拍过拍 没有去偷啊 因为他也知道王强这里在A碟排面的排面上 真的是很难偷掉的 会变成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境地 会不会有可能因为 因为波动太大了要避免波动 这个时候你遭遇的ICM压力就很大 嗯 前面是因为有三条面的关系 尽量的去用激进的做法还是累积筹码这样 呃 在短排的前期会激进的累积筹码 请问也是会 hearts 不访问 大陆 这也是一个私家底诗 啊这也是一个私家底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牌 录下要开的 把包掉了 没牌 哈哈哈 还有你也是 非常的老实啊 很可爱 好 这边一手圈圈圈队KK 这个是肯定打光了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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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最好 冤姐 这个是最好的 又是他们两个 我擦他妈 太远啊 哈哈哈 大家说这个是最好的 他以为圈圈圈是 拿到了顶端范围 结果撞到了最后更顶端的范围 哈哈哈 也非常的有意思啊 看一下翻牌 哇 AA 勾 啊 没机会啊 没机会啊 老K封死了 买把钱买把钱 不买了 正好了 哈哈哈 老K封死了 你比我多了吧 不用手 啊 不用手 不用手 那我们的 乌业尾士 直接是被带走了 直接三发子弹都被打掉出局 。啊 太决定最后 3口加1的这边 堂是open了k勾方片 Davidson这边是3口加2选择 是因为10时这个队子不够大吗 对啊 因为10时这个牌 面对对手的一个all-in范围 其实表现并不好 在长排中是成熟队比两高张厉害 但在这里你经常是落后于对手的两高张的 像这里的k勾就比10时要厉害一点 那10时扣上去是没有领先优势 并且他是在枪口加2的位置 后面还有好多人 如果你在这里选择做了跟住 后手位还有一个像A圈这样子的牌 你就很吃力了 看一下 这不是189 那这样的话卡10卡到了 怎么这么容易中啊 真的很容易中顺子 他现在是有一个顺子加花的买牌 花买到了 短牌中的击中是非常多的 而且反超也很多 如果您是这样的 还可以这样做 Felix Cash 20 I think 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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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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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手牌又是一个三加底池 底池来到18000 面对前面两位玩家的一个跟注 他这里石钩杂色 是一个加注范围 可以考虑做到差不多16000 还是选择跟注了 这里比较谨慎的 在Hydra的位置 没有对前置位的Limp做挤压 千圈算是短牌 前百分之多少的牌 是很棒的牌 就是翻前可以支持打光的牌 做了一个all in之后 千圈应该是秒reserve 打牌里面基本上很多牌 都是在前置位做一些埋伏的 就是Limp race 这个也可以吗 装位这个马量当然可以 一个familyport 装位要做大量的击 他就要去短牌的模式往往在翻前的模式就是互相拆 你看圈圈和A8打光了之后Hexon直接用石钩选择做了一个抠两家all in 因为石钩这首牌他也知道 在塞嘎底池中非常非常的棒 但是最怕遇到的就是圈圈和99 就是说如果有一家有圈圈 对他阻断了他们的顺子组合 他最想要的就是石钩这牌进去最容易最好赢的就是顺子 发顺子容易最好赢 你看现在他就是想要一张圈啊 就没有圈就圈圈被捏掉了 那这里圈圈是赢下这个底池 如果不是面对这个圈圈 他是A圈的话石钩的胜率应该是三家中最高的 假设是A圈对上石钩对A8 或者是 或者是圈K对A8对石钩 这石钩的胜率都非常非常高 布奇尔拿到了圈石铜色 做两个跟注 那么中卫的Hackson是选择用K圈选择过牌 嗯 Blob七十钩 两位玩家有击中一个十 一个是两头顺 对Hackson的两头顺非常好 你看两位玩家有击中 那他两头顺是摇摇领先的 有真正53的权益 44%的一个盈率 加上9%的评取 平局翘不利 一共是53%的权益 所以在短牌的flop当中 买牌是比 很多成牌要胜率高的 要看你买什么牌了 就强买牌是 很强的 强买牌和强成牌是差不多的 强买牌包括两头顺这样 两头顺加花 买花 两头顺就是一个 对 算是偏强的买牌 两头 两头顺加买花 就是 就一定是领先的 嗯 这Super Joe在短牌中是一定领先的 哦 这里圈石啊 用一个中队 后门花 后门顺 嗯 做了一个加注 这Hexen至少是一个call 他也有可能会考虑直接shop all in 因为他现在是一个 两头 是两头纳斯顺听牌 打得激进点 完全可以自己做 做一个shop all in 去打对手棋牌率 嗯 真的是可以 他这里跟注 是因为有位置游戏啊 我 我相信Hexen如果这首牌 没有位置游戏 一定是会 一定是会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加注的 转牌的石是Hexen最 最不喜欢看到的一张牌 是 他最不想看到的就是张石 或者是 勾 因为使得对手的一些 葫芦组合更多了 嗯 他的买回就没有什么好买的 这一Pultra是选择 再考虑了 11万2000的里持 他现在有三条石 他现在有三条石 一个炸弧变成了一个 成手强牌了 成手中的越打越大 会打8万吧 打了10万 10万 打了一个满池下足 那这里是跟不动了 因为K圈 K圈是这里啊 可以跟很多的转牌 但是10的转牌 7的转牌 勾的转牌是不能跟的 只有这几张牌是跟不动的 其他什么牌都能跟 他几乎能跟所有的牌 就只有这三张牌不能跟 所以你看高手在选择自己 跟住范围的同时 他已经决定了 当我在翻牌 跟住你的时候 在哪些转牌 我会继续跟住 或者做主动下足 在哪些转牌 我就放弃 其实都是在系统里面 已经提前运算好的 提前准备好的 像夏威奇一样 你看一步要 算一步要看两步 看十步 甚至看二十步这样子 草瑞是击中了一个两队 另外一个 Alton Zeng是 一个听花 听花加 后门顺 听花加 后门两头顺 非常强的一个概念 K高牌的听花牌 并且两张牌 都有一个组成上顺的空间 这可能要打起来 对 因为转牌的九十 勾 所有的黑桃 所有的K 90勾K加黑桃 都是提升的 转牌是一张十 对 张十提升的不够多 最好是 最好的提升牌是黑桃牌 这已经成牌了 对啊 也是提升 那次好吧 那如果不成牌的 次好的 最好的一个提升牌是 勾和九 九和勾吧 九和勾 就最好的一个 就被两头顺加花 对 最好的一个提升牌 在过牌之后啊 曹瑞面对一个 十二万六千里吃 两队啊 曹瑞在这样子一个面上 他两队 直接all in了 嗯 直接all in了两队 选择跟注 带队买花 可当身家 看一下会不会啊 因为这套牌 去乔底卖瓜 一张八 哎呀 只能乔底卖瓜 这个卖瓜牌啊 真的 这张草花八 梅瓜八 卖瓜牌 在想 桌上要是有一个 就是比较那个 新进的玩家 会不会策略不同啊 不会啊 就该怎么打还是怎么打 哪怕木木你在桌上 我该打你还是打 不会手软 这么残忍吗 对 我 bluff的时候 我会跟你说哎 我有牌有牌 你别靠了 我有牌 我会信的 我的好朋友的讲话 我一般都会信的 打的就是好朋友啊 哦是这样吗 对啊 什么德州没有朋友是吧 对有朋友 朋友照打 朋友是朋友 打归打 新兄弟都淘汰了 对 大家可以看到这种牌 那就是我们手 手拉手头 太其他人好不好 好的 这么这么容易就妥协了 对 非常容易妥协 而且会严格执行你的要求 啊 我们看这边是A圈和K圈的一个all in 可以看到即使是被压制的踢脚啊 依然是有34对62的盈率 还是有一些trump的可能 flop是78A 两张黑桃 哇 这个翻牌直接是死掉了 基本上join dead了 一张黑桃啊 拿到了一个纳子花 还补了一刀 直接是把肖金冻淘汰了 是干掉了一发子弹 这边UTG是89黑桃 这儿的位置是K7红星 卡托布A圈也显得连 没有显得加注 其实这位置不是一个很好的抢夺的位置吗 是吧 这里的确是一个很好的抢夺的位置 哇 A圈和89这边都有一个flash draw 89好像 圣滑双抽 哦 要打起来了 这个牌两位应该是 这个牌89 89有可能在翻后能把一圈打掉 他要做加注了 那89应该是一个秒O0啊 这里 这里89肯定是O0了 因为没有位置 他的胜率是5开 对 阿瑟被压制情况下竟然都是5开 因为他有顺子嘛 嗯 就等于把黑桃全部拿光 不考虑黑桃了 因为黑桃难出了 黑桃只有三张了 哦 哦 对哦 只有黑桃7 黑桃勾和黑桃K了 只有三张黑桃 所以黑桃难出 那么 这里他肯定是一个O0了 百分之一百 不会扣的 哦 果然是一个 O0 那O0也只能扣 对 看到对手有两张黑桃就难受 黑桃不是自己的奥手 但是 哇 我看到出牌 两位玩家都还OK 七八九圈都是 转牌还是一张封片石 没有帮助的 啊 没有发出来啊 难受 成功顶住 对 生花双抽 抽不到啊 遇到了最难受的一手牌啊 这是一个 我觉得这是一个 纯智力 纯脑力的比拼 会更加的 让人愉悦 这个游戏会更加有魅力 但 当 所有的一切变成境界了之后 你会发现 你不 你不去 做这样的提高 大家都在做 那么你就落后了 你也不得已 只能去赶上这个时代 嗯 这个时代给了你太多压力 好 八八对圈九 对A圈 哦 这边A圈是选择翻牌前加注到算了一千 八八这种就算是小对子 八八就是很小的对子 嗯 八八相当于 嗯 长牌里的三三四四 哦 好 进入到一个单条底 是八八选择的用根的 A圈这里是并没有击中 但他有两个overcut Diverse这里 八八选择过牌的话 王强可以选择用A圈这里做一个下注 哦 没有选择下注 那么看一下 转牌 自中了一张圈 王强这名选手 还 行动还比较难猜啊 嗯 转牌的一张圈是为他带来了顶对 的击中 那么合牌一张 repeat 9 Diverse继续选择过牌 那王强这里肯定要做一个价值下注了 七万四千的底持 可以考虑做 三万 嗯 差不多吧 三万到四万 这个尺度就比较灵活了 嗯 在这个牌面上 比较灵活 因为对手的范围比较的难测 这里甚至下注 嗯 两万一到超尺 都是 可以的 看你的牌啊 看你的牌力了 A圈这里打了一个两万五 其实很多玩家像一些欧美的GTO玩家 会考虑在这里用越大的牌做越大的价值下注 然后同时也混合越 越 越少比例的炸虎 这巴巴感觉在这面上很难赢 巴巴很难赢啊 他就选择跟住了 他就喜欢跟 巴巴这里是一个Bloft catcher 只是没抓到而已 因为巴巴这里面对一个两万五的牌 两万五的下注虽然可以抵抗 但是也是挺边缘的 你还有子弹吗 最后牌 UTG的位置拿到一对圈 Marikimo 做了一个跟注啊 弹圈A圈这里又要做加注了 应该也是一个三万左右的加注 做了一个三万三的加注 那这圈圈应该是 这里有概率做一个再加注的 选择做了一个跟注啊 控制底池 因为两万玩家都是深马 Blob开出来是K勾6 两张方片 这一盒是重的 这一盒是重的 非常重的 我还有一个 Royal Orcus 对 我没有太多的力量 没有太多的力量 Royal Orcus 比较多 对 不比较重的 至于谭轩在这样子一个牌面上选择做了一个CBAT 5.3 BREAKEMO的圈圈啊 这里应该是考虑跟注 没有打牌 现在我直接打游戏了 直接打游戏 退休了 直接打游戏了 做了一个跟注 转牌就来到一张A啊 直接为谭轩实现了一个反超 继续过牌 我们的REAKEMOV在前置尾 谭轩这里也是选择过牌啊 他就防备对手的一些 范围内的带A的两队的集中啊 因为对手范围内也是有AK和A勾这种牌的 甚至还有勾勾KK 合牌又是一张K 继续选择过牌 那现在主动权就掌握到谭轩手里了 他的A现在是有一个强摊牌价值 也是有一定的VALUE对象 他现在要考虑做不做下注 如果要做下注的话打多少 第四来到19万三千 第四来到19万三千 是不是要做一个10万左右的下注 75000 做了一个搏价值下注 给了圈圈比较难受的一个赔率 这个赔率真的难受了 这圈圈已经又是一次边缘决策了 嗯嗯 等一下我在直播做 这个75000的下注 真的是非常非常边缘的跟注 因为你只要跟注75000啊 可以去赢得一个24万多的地尺 24万3000的地尺 给的赔率非常好 但是圈圈在这里吃输的组合也真的挺多的 三败的地尺 输的组合就蛮多的 真的蛮多的 像在翻牌的任何的一些炸糊的组合 要不然在合牌 要不然在转牌都有击中 要不然击中A 要不然就买到A顺子 那几乎只有一些买花 但买花的组合里面也是 只有一张方片圈啊 方片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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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片圈的组合也 也全部集中了 没有 没有炸糊组合了 应该是选择盖牌了 这赢的组合非常非常少 真的很难找 特别少 这赢的组合 只有一些对手 拿来纯炸糊的小队子 只能赢一些99 试试 但这个组合数实在太少了 真的太少了 所以考虑了非常非常久 选择盖牌 做了一个漂亮的气牌 嗯 若不出马多很厉害的 他是挑鱼 哈哈哈哈 他不敢打的对吧 哈哈 牛哥听 不用力和葬收弩 实时对上A勾的一个跑马 A勾可以看到 依然是对实时有一个领先 有3%的点的领先 哇 集中的A的同时 是给对手带来三条 看一下能不能发圈啊 谭老师去不去圈开 没有圈 那这里葬树奴是 输掉了这个8万5圈的 有O0对抗 他不去我肯定去 18万2千的总底池 三家吗 难赢的了 差不多吧 这个没有概率了 这个不是多少个盲住了 这个当时的盲住 很难赢的 嗯 一个第一家O 一个扣 两个肯定都是大牌 都是大牌 哎 要连赢十个跑马 来一个 RUN HIT 放松露现在直接O0了 10万零五千 用一手 圈钩砸射 哇撞到了 别忘了力又是别忘了力 哎呀 SG啊 无所谓 自己买自己的 啊 Walky days 对 输了就结束了 你站起来热热身 准备走 不买多一枪啊 不想买了 有点累 冠军都不买 哈哈 忘了怎么打了 哎呀 团牌的冠军 打不到 哪个草花石 哎 识会哦 那三张 四张石 并没有 那我们的桑苏奴的 圈钩 输给了Bronly的AA 四千八千 好 现在好像是 掌盲来到四千八千 是 应该是A6两张牌 一上一下夹住了他的K9 K9在 在中间是蛋黄 是这个意思吗 我的理解是这样子 好 我们的坦苏 这把要跟了 又来了 坦苏 这不要跟了 A圈要跟了 装为ST 那9够 该给面子 一定要给我点面子 可以看到啊 这里是个 几乎是55开啊 A圈对圈圈 就像KK对AK一样是个 对 55对45 嗯 Chinese table No more Chinese table 直接击中了A First or Second 有 三张黑桃 击中了A 但是有黑桃的买 没买到 那这里弹圈是清掉了我们的刘明忠 上一手A6没有跟他的K9了 这手牌 A圈 对 A圈是清掉了圈圈的一发子弹 那应该还是有一发子弹剩余 哎呀 好 弹圈 现在有七十几个 有七十 哦 sorry 这边有个七十三万的一个 哦 我们这弹圈 直接七十三万 直接O-in 好 好 我们COW 这边还有我们的 BUTTON 两个分别都是SKING啊 哇 那这边其实我们的弹圈的 获胜的 几率蛮高的 这AK 对AK 对80 这因为是个短桌啊 短桌就容易被 场马剥削啊 这一个四人桌的话 非常容易被剥削啊 这个三人桌啊 好像 不知道Bionni还在不在 镜头没有给到 那这边 我们的弹圈80就蛮好的 目前是领先的 对 目前是对两架AK是领先的 因为这是一个拼击中的游戏啊 Bionni还在 一个五人底尺 五人桌 哈哈 直接是天顺啊 哈哈 直接是天顺啊 而且 Double Q 直接天顺啊 这个就太夸张了 Double Q ST 10J黑桃 遇到小军洞 有个Puck Access 在后面埋伏 不是埋伏啊 刚刚好后面有个Puck Access 吓到我了 我想我有100我也不会 哈哈 哈哈 马来是要4000了 嗯 所以你是希望我有100 石钩跟S只要跑一把 哇 哇 天生铜花顺啊 这个是完全做应对的啊 哇 天生铜花顺啊 哎呀 有100做好啊 哇 我这个太扯了 这个真的是打牌很少见的情况啊 非常少见的一个情况 好 好 这边我们的Puffa 击中了一个Hilo两队 在一个4万的底次 那有一个位置 那有一个位置 好了 好 好 我们的Hilo两队 对到一个9 A9 可是那这边其实还蛮有可能的 这边超车还有45%的胜率 有这么高吗 他有19%的平局啊 19%的平局啊 26%会赢 看一下啊 现在的情况 發其他的一些 攻队都会去好 那直接发了一张8 好 好 拨发强光弯顶住 好 这边我们Rugmove 只有一个双头瞬啊 那就是上面没有 买花的一个结构 那双头瞬是一个蛮不错的牌 我们拨发这个顶对 没有KICKER 选择直接盖掉 选择直接盖掉 我现在有林群伟 有可能会选择隔一张 那 又筹买蛮多的 好 直接是做了一个加注 有一个卡K的顺子加注 一个卡K的顺子加注 拿一个双头瞬 双头瞬 我觉得真的不会改 因为毕竟在 在短牌里面 有双头瞬的听牌是非常强 还有可能直接会选择做一个 他没有位置啊 应该是一个reserve all in 很有可能做一个all in的 因为这个面还很干 然后也cover对手 对这个面非常干啊 这里哪怕是对上了三条 也不输多少 他对上什么顶对什么的 他希望把 能把 能用一个气牌里把对手打盖 我这里居然是只用了一个跟注啊 也是 但是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比较少见的打法 是 是 在没有位置的情况下 比较少见的打法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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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面对第二枪 这一个十二万五千的下注 那 Yi Rug Move 这边 其实他 筹码咖个对手这么多 应该 在 他翻牌如果做一个all in的话 其实 这事情就很简单了 对啊 在这里 再一次 就因为没有位置啊 那么面对对手第二枪 对手已经打了一半身体进去了 怎么办呢 难道再做一次跟注吗 你难道要盖给他吗 先入个参考 想法好像想要乖乖的先用跟 我还买 短牌 不打对手气排率吗 没买到 没有买到 就被A死 对 K嗨居然就没有把对手A嗨摸不掉 这里就 有点可惜 这里 那我们林区文想说 完了输了 被林跟两发放弃 对 只能 只能放弃了 只能放弃了 林青伟这里 不管怎么样 这个底持一定是林青伟的 对 不管怎么样 这个底持一定是他的了 这手牌打的 K时打的有点 有点 有点没看懂 是不是因为太晚了 打的有点太弱了 他可能考虑到林青伟 我会 这果然是作为 O'0秒 还要O'0 秒负了 这其实是一个 没想到 没想到自己 突然是Chick 也会赢下这个第一次 对 Bluff with best hand 哈哈哈 而且是 浪费头吧 而且是 一直领先啊 而且我觉得 这样子还不如 倒不如tun就直接盖掉了 对啊 一直领先啊 Always ahead Rack move 做了一个埋伏 在前置位啊 选择根处一万啊 看一看 哇 Pover 好吧 埋伏到了 埋伏到了 大东西啊 这里 Pover 吃肉了 真的吃肉了 这手牌 这里应该 面对一个四万五的家族 直接是个O'0 那秒靠 哎呀 哎呀 撞到了 哎呀 哎呀 你们两个认识 你们两个认识 这家伙子有个鸭 他有个鸭 哈哈 在call上来一瞬间 你知道 哎呀 总破发call的这个反应 叫速度啊 对 最烂应该也可以 对 这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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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噢 死掉 正好是从中间穿过去了 两张花牌啊 没有圈 还是张花牌 还是没有圈 那 盒牌只有圈的出牌 哇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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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了四张花牌 终于是命中了一次 哎呦 哎呦 好可惜 我们的pofer 这个 这把 刚好 刚好有牌 却遇到对手 River 扶好 哎呀 这时候真的 有点血啊 好惨啊 AA被圈圈 又是一次反超 短牌主赛是 得一的 比赛 这手牌 robed fling 拿到了 Sking 顶端范围的牌 在枪口的范围 在枪口的位置 做了一个 三万的加注 那是六个前注 然后林金伟这边的 实施应该也是一个 可以 可以盖牌的 哦 是直接盖掉 因为后面还太多人了 这是可以盖牌的 应该是已经call了 因为他们现在后手还蛮深的 因为面对一个枪口我也夹住了 实施是可以盖牌的 实施 哎呀 圈圈来了 诶圈圈也是跟住 诶圈圈也是有空 那我们的越靠 这个是 哇 这把牌是怎样 全部人都超大的 不是这个牌有点怪啊 圈圈也 反而BUTTON的我们BANDON OING KINGJACK SOOTING 那这里圈圈也只能被打飞了 这圈圈也只能被打飞了 这圈圈也是被打飞了 这个 其实 他们是没有注意到 庄位的玩家是只剩下128000吗 这样子面对一个三万的跟加注 做了三个跟注 这庄位不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的推啊 这里可以推到一个什么数据上 我看一下 也没有到百分之百 就还是比 还是有一些可玩性的牌 就是推的太多了 Oh God 死前是已经 已经有21万3000了 Game here win 很多了 哦圈圈也进来了 圈圈也进来了 哈哈哈 现在已经有三加欧影了 圈圈这里 CALL的硬朗 好吧 CALL的硬朗 面对 不过目前也并没有进入到抛抹器啊 没有什么ICM的压力 还是希望跟队友做输赢了 这位牌圈圈是赢率比较高啊 I'll be other way maybe 等下 这位牌圈圈 Tournament style though, is it called? I'll lose, I'm gonna be back to doing this shit again 我們這個第一次有43萬4千 如果這邊有個90桶的話跟進來就很好 WOW,走遠了喔 AK基本上是不行啦 這裡兩位玩家的一個籌碼分布要兌換了 兩位玩家籌碼分布要兌換了 所以沒有得追了 直接是擊中了葫蘆 我們圈圈一個硬朗的跟著 後下帶來了極高的收益 主持編持全大光 我這邊變成170萬的籌碼了 Ben Lamb是後手還是 他後面還有子彈的 所以他這裡是可以考慮推100%的範圍 真的是可以考慮推100% 時間太多太好 對,因為他一共第一發 這發子彈只有12萬多 12萬多 就真的是有這樣子一個底池 是真的推100% 這裡真的是推100% 7% lose 7% lose 8% 所以 今天下午的時候是有兩個final table 打完 晚上的時候是短牌的主賽 好久沒見Potoski 火焰在傳奇播客賽場上 又看到他好親切 Ben Lamb在嘉一的位置選擇跟著 在關煞衛 我們的林青偉 同樣跟著 裝衛過排 這是一個三加底池 翻牌來到A溝K 那我們這邊 RECMOVE這邊擊中了一個S 那另外 另外 其實他們都不太有辦法選擇做下注 全溝這裡是有一個後門花和卡順 但轉牌的一張梅花6 並沒有給兩位玩家看到希望 那麼這裡 裝衛如果是做一個下注的話 應該是能直接拿來地池 選擇沒有下注 那想要去用A 控制了 這裡在合牌是可以考慮打一槍的 對 還是可以價值下注一些QK K10之類的牌 打兩萬都可以 打一萬五到兩萬 打一萬吧 打一萬五到兩萬 一個BB 應該要打 打兩萬五 那全部蓋光 打一萬五到兩萬 打一萬五到兩萬